1288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强大 首先是精神的强大 爷爷他走了长征的三万五千多里地 他三过雪山 三过三地 第五次反面角的后期 当时的杨顾问李德 他一看形势越来越紧迫 这个烂摊子爆收拾了 所以他就暴毙脱离了指挥岗位 在这样关键的时刻 爷爷就站了出来 他指挥了著名的温坊战役 这场战斗之所以漂亮 主要是因为他连续在温坊这个地方 在三天之内连续进行了两次伏击 这个连年部一共是四个师十九个团 那么通过这两次伏击战 就打掉了他两个师十个团 气得蒋介石就把西路军 当时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三旅的旅长给枪毙了 而且把他四十的师长由上校降为中校 由于我们打了这样一场胜仗 那么蒋介石呢 国民党军队呢 立刻又变得谨慎起来了 就是给我们红军了一个短暂的 非常短暂的这么一个喘息的机会 1934年的12月10号左右吧 当时红军呢 行军到达一个叫通道的地方 那么在这个时候 经过爷爷的提议 由毛泽东同志 参加了这个通道会议 毛泽东自从这个第四次反美交易以后 就被剥夺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 然后就从此再也没有参加过 红军的有关军事方面的重要的会议 毛泽东在回忆说呢 他说我在会上呢就提出了 这个不要再去 不要再去向恶西 而是向西 向贵州这个进军 因为贵州的军阀的兵力呢 比较薄弱 而这个香恶西那边呢 我们的意图呢 蒋介石已经知道了 去香恶西和二六军团会时呢 是当时三人团的决定 争论的很激烈 谁也说不了谁 谁也说不了谁 最后呢 我们是以党内政治局 举手表决的这样一种形式 否决了三人团 准备向香恶西会师 这样一个行动计划 那么到后来 1935年1月份呢 又召开了侯场会议 那么侯场会议呢 就彻底的取消了 李德的局势指挥协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大家都习惯的讲 是尊业会议彻底地纠正了 这个 这个 实际上呢 我们是从通道会议开始的 没有通道转兵 就没有后来的进军贵州 占领尊义 也就没有后来的尊业会议了 所以呢 我们向哪儿走的问题 是在通道会议解决的 红军 抢渡金沙江 飞到陆定桥 翻越大海山以后呢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 在两个口 会师了 一四方面军会师呢 本来是一个大好事 红军主力会师了 力量更加强大了 但是呢 由于中央红军损失比较大 这个四方面军 当时的这个军事晚会主席张国焘 一看中央红军人这么少 呃 损失这么大 而四方面军呢 相对保证保持的比较完整 当时还有五个军 将近十万人 所以呢 这个时候 张国焘的野心就膨胀了 最终呢 红军还是分裂了 毛主席 党中央带着红一三军团 单独北上 而四方面军 军委总部和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 就随张国焘南下了 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 爷爷作为这个红军总司令 他必须要慎重地考虑这个严重的事态 当时呢 呃 和四方面军一起南下的红军总部和一方面军的呃 广大直战员呢 都强烈要求呢 朱总司令带着我们北上 但是爷爷不同意 他说呢 四方面军也是党的队伍 啊 我们不能把四方面军 丢下不管 所以爷爷呢 跟南下的红军一起呢 一方面同 呃 张国焘进行 坚决的斗争 比如说在这个 呃 卓尔雕会议上 张国焘成立临时中 呃 成立第二中央的那个会议上 张国焘逼着爷爷表态 所以爷爷呢 当时说我们天下红军 是一家 全世界都知道 猪毛 是吧 这两个人 呃 猪毛不能分家 让我反对毛主席 这个我做不到 既不和张国焘撕破脸皮 同时呢 又耐心地跟他转圈 呃 做他的饲养工作 那么机会呢 是出现在呃 就是1936年的4月份左右 一三军团北上以后 这个时候全军的电台和密码都在红军总部 那么也就是说只有红军总部可以和二六军团取得联系 可以和中央取得联系 但是中央和二六军团他们之间不能取得联系 在当时呢 这个爷爷就提出就是要要求的二六军团也进行长征 向川西方向靠路实现了二六军团和四方军团 是 那么这个意见呢 中央没有同意 但是呢 爷爷他坚持 一定要北上 同时一定要带着二六军团共同北上 所以呢 爷爷就率四方面军团和五九军团呢 在川西 就炉获这个地方 为了迎接二六军团呢 他整整等了四个多月 同时呢不断地给二六军团派电报 这个指挥二六军团 一步一步地进行长征 最终二六军团 抢渡金沙强成功 然后呢 实现了二六军团和四方军团的维持 正是由于二六军团来了以后 任毕石统治 贺龙统治 萧柯统治 这个王震统治 这一大批统治 经过爷爷给他们详细介绍 进行斗争 那么被动了 那么所以呢 这个力量 就是北上的力量 就强大了 也就是1936年7月1号 甘子会市以后 然后呢 就顺利地召开了甘子会议 甘子会议上 做出了二四方军军 共同北上的这样一个决定 就为今后的三大主力红军 会诗 会宁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现在社会上呢 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我们中国革命的这些精神 我们的这些红色故事 包括我们的长征精神 是不是已经过世了 那么我个人呢 想从我自己的经历呢 来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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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